第一个动词,masu,masu,表示这个增加,那么它有自动词和他动词两个用法,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自动词的话呢,一个是表示数量增加,还有一个是程度加深,一定记得,这种情况一般是表示主体自身所拥有的东西,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句子,第一个,親身が增す,親身が增す,可以表示亲密了,亲近了,食欲が增す,这个食欲增加了,增强了,人気が增す,実力が增す,等等, 比方说还有像,教育が增す,这个自身的这个修养呢,提升了,体重が增す,負担が增す,可能性が增す,还有包括说,スピードが增す,来,我们直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内容,第一个,学習は自分から積極的に行うことによって,によって,興味も增し,能力も測る,によって,可以表示手段或者是方式和方法, 那么学习呢,应该是通过自己积极主动的去进行,这样的话呢,才会,你的兴趣才会有所增加,这个效率才会有所提升,好,我们往下边走, 自身は強さも回数も,彼此に,彼此に是一天比一天的,日渐的怎么样,增していた,增していた, 那么地震的这个强度和这个次数呢,都在日渐的增强,次数在增加,强度在增强,OK,增して,增していた。 好,我往下边走,这边,最近中国企業による日本企業の買収が相次いでる,原型看到这个地方, 愛つく,愛つく,爱つく是表示说,连续发生,相续的发生,这个による,可以表示动作的行为者, 强调最近呢,中国企业,收购日本企业的这种情况呢,在不断的出现,相续的发生, 然后,今後もその勢い,叫勢い,这个表示势头,那今後もその勢いが增していくことが予想される, 预想、预测,预计今後像这样的情况和势头呢,还会有所增加。 好,我们再次一起来读一下。 最近,中国による動作行为、新企业の買収が相次いでる相续的发生, 今後もその勢いが增していくことが予想される, 预计今後像这样的情况、势头和这样的形式还会有所增加。 ミツカサ、ミツカサが增せば、船も高くなるわけで。 ミツカサき表示水量、那么这个水量的增加呢,船的这个船位呢,也会跟着上涨。 那么这里就相当于我们平时经常讲的这个水涨这个船高。 那怎么样呢?后半部分是、 ミツカ、ミツカが上がれば、他の費用も自然と上がっていく通りだ。 那么通りだ作为结尾一般是表示一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 从情理上是非常讲得通的。 那么你看就像这个水涨这个船高, 那么当然物价如果上来的话, 其他的费用同样也很自然的会跟着上来。 那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好的,来,往下面走到第二个语法。 何々を抜きにして。 来我们来看一下它这边的注解。 第一个,何々を抜きにして相当于说, 本来あるべきものの中から、 Aは除いた、Aは除いた状態でビューする。 很明显呢,这边相当于, 就是除去或者省略、忽略、前向, 然后呢,直接进入后续事项。 那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呢, 那这边还有可以加一个和, 说何々を抜きにしては的这种情况, 相当于这边说到, 看到,本来あるべき状態から、 Aを除いた場合, Bは、Bが成り立たない。 那个相当于如果省略前向的情况呢, 后向是无法成立的。 好的,先看到句子来理解一下 刚刚的言及主解第一个, 子供の進路を本人の意見を抜きにして決めるべきではありません。 べき、应该怎么怎么。 那么这里用的是否定, べきではありません。 我们不应该を抜きにして、 相当于将前向的内容忽略或者是省略或者是除去。 那就相当于我们不应该去忽略他本人的意见, 忽略小孩本人自己的意见, 然后这个散字的决定他将来的这个发展。 OK, 关键 決定 注辞在这个地方 不应该忽略 其小孩他自己的本人意见 去散字的这个决定他将来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道路。 OK 第二个 今日は忘年会です。 商売の話を抜きにして 商売の話を抜きにして 楽しくやりましょう。 今天是这个忘年会 那我们今天就不要谈这个生意上的事情了。 我们好好的放松一下吧。 那么这里也是将前面的这个前续事项呢省略除去。 好, 我们就不要谈生意上的事情。 好好的放松一下, 享受一下。 根拠となるデータ データ数据 根拠依据或者是支撑的东西 根拠となるデータを抜きにしては 好, 刚刚我们强调说 を抜きにしては 相当于省略前项的话 后项则无法成立。 我们来看一下后半部分是 説明になりません。 那么如果没有 最有依据性的 或者最为关键性的 这样的数据的话 説明になりません。 那说明不了什么东西的。 根拠となるデータを抜きにしては 説明になりません。 後项也无法成立。 好, 来, 往下走。 こんな大切なこと 部長を抜きにしては 決められません。 这么重要的事情 如果说不跟这个部长商量的话呢 好, 等一下这个刚刚讲话 音调不对。 好, 再来一次。 こんな大切なこと 部長を抜きにしては 決められません。 这么重要的事情呢 如果不跟部长 这个商量撇开 他不谈的话呢 那根本没法决定的 決められません。 決められません。 来, 我们看啊 前面都很简单 直接是接一些名词的东西 でた 部長 嗯, OK, 来, 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 比方这里提到说 抜きで和抜きでは 可以相当于我们刚刚说的 何々を抜きにして 或者何々を抜きにしては 的情况是相同的 接续 这个表达上 跟之前也是接名词 然后呢 它的表达还可以换成 这种情况 还有包括说 大家先看这一个 わさび わさび抜き 后面接名词 还可以加の わさび抜きの寿司なんで まずくて 食べられません。 如果不加 或者是不放这个 芥末的这个寿司呢 感觉是非常难吃的 没法下咽 好, 也是表示一个省略 或除去前一部分 好, 説明抜き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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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すぐ 道路に 入ります。 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解释 或说明了 直接进入讨论 好, 往下走。 二国間の話し合いは 両党問題抜きにしては 進めなりません。 两国之间的谈判 和交涉的话呢 如果撇开 零图问题不谈 根本 无法进行 進めなりません。 第三个看到 一口にない 那么之前在讲单词的时候 相当于 完全不怎么怎么样 跟否定搭配在一起 用的比较多一点 来比方说 像这种情况 相当于 全然ない 或者 少しもない 一点都没有 完全都没有 强烈否定 这个是强烈的否定 一般是强调 说话人希望前向的事情 能够出现 但是呢 完全看不出 它有出现的任何迹象 这种感觉 心理感觉有点落差 或者是觉得 有点点焦躁的感觉 情绪上觉得有点点不安的感觉 来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句子 三十分待ったが 彼も 彼は一向に 現れない 都等了他三十分钟了 但是呢 大家看一下 あわら 这个 現れる 出现 一向に 現れない 没有任何要出现的这种迹象 或者是 连人影都看不到 政府が いろいろな 手を 打ったが いろいろな 手を打ったが 手を打 原型 手をつ 手をつ 是表示采取这种措施的意思 那么 力は いこうに いこうに さかる 気配がない 你看 政府呢 他还是出台了 或者是 出台了很多这样的对策 或者是 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措施 但是呢 完全都看不出 这个地下呢 有任何要下降的倾向 気配 是表示有这样的迹象 或者有这样的倾向 我们再来读一下 政府がいろいろな 手を打ったが 虽然说 政府 他推出了 或者是采取了 各种各样的这个措施 但是 力は いこうに さかる さかる気配がない 完全都没有要下降的这个迹象 或者倾向 いくら手紙を出しても いくら手紙を出しても いこうに返事がないか 我都给他寄了很多封信了 但是呢 他都没有任何的回复 いこうに いこうに返事がない 体の具合でも 悪いのだろうか 一种感觉不确定 有点像自言自语的感觉 说到 他身体是不是感觉不太好 或者是 他的身体是不是情况不太好呀 体の具合でも 悪いのだろうか 好的 往下面走到 第四个了 来 看到第四个 この間 この前 好 首先看到 この間 可以表示 最近呀 这几天呀 或者是前几天 前些日子都可以 一般呢 是做句子当中 做壮语 那么加上に 做定语也没有问题 口语的发音呢 是 この間 那我们再对比一下 この間 この間 最近 前几天 这些日子 好 先看到第一个例句啊 この間から ずっと 寛愛でいたんだけど 那么 今度 学校を 辞めようと 思う 这段时间呢 或最近 我一直在考虑 我想呢 这次 还是想把 学校的工作 给辞掉 この間から ずっと 考えていたんだけど 今度 学校を 辞めようと 思う 好的 この間は いろいろ 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最近呢 给你添了 很多的麻烦 本当に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太感谢您了 この間の話は とても おもしろかったです 那 上一次 或者是 前几天 你聊的那个事呢 真的非常有意思 太有趣了 おもしろかった この間 最近 前几天 这段日子 好 我们看到 后面的一句 この前 この前 是相当于 在这之前 也就是相当于 上一次 この前 那么 跟他的这个 反应词 这边写到是 この月 この月 其实 他除了表示 在这一次之前 有上一次之外呢 还可以表示 在这之前的日子 还可以表示 相当于 この間 表示最近的意思 他也具备 好 我们 这边的句子的 第一句话是 この前 就是之前 或者上一次 どこまで やりましたか 你们上次 是完成到 哪个部分 完成到哪了 この前 この前の 日曜日は 雨で 行けなかったので 上一次 上一次 那个周日呢 因为下雨 所以没有去晨 この月の日曜日に 行くつもりです 我打算呢 这个周日去 好 往下走 父は この前 父は この前から 体の調子 が悪くて 那么 之前强调 他还可以表示 前段时间 或者最近 那么 父亲的身体呢 不太好 寝たり 起きたり しています 打り打り 可以比较反复 那么就表示 躺躺起起的 一直躺在床上休息 好 この間 この前 この前 来 往下走到 第五个语法 から呢 一般是表示 从某种环境当中 某种状态当中 脱离出来 抽离出来 或者是摆脱出来 那首先先看到 第一个句子 現在的都市生活呢 能够很好地保护好人们 防止这种遭受自然环境的影响 那往下走 一年中快適な生活環境を 提供してくれる 整年就能够为我们提供 这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が 转折 但是 そうした 这样的 这种的 そうした中で 生きる人間は 那么在这种环境当中 所生活的人们 果然 果然 到底 或者是究竟 果然 心心とともに 心心とともに とともに 相当于全部都 或者均 怎么怎么 健康であるのだろう 那么在这种环境当中 所生活的人们 到底 或者究竟 身心 都均 能够获得健康吗 好 往下走 しばらく ピアノの練習から とのいていたので とのいて 原型是 とのく 它是 远离 或者是 疏远的意思 那么在这里 强调 每天呢 从这种练习的生活当中 给摆脱出来 相当于这里 灵活理解成是 有一段时间 没有练习了 指が思うように 動かなくなった 这里 動かない 就表示 不能动弹 不能运转 或者不能活动 在这里下 可以理解成呢 如我想象的一样呢 那我的手指 我手指没有那么灵活了 指が思うように 動かなくなった 好 往下走 人间の生活は 自然との戦いから 始まった と言われて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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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说 人们的生活 都是从 大自然 作斗争 开始的 戦いと言っても 所以说 是斗争 其实也就是 指的最初 人们是 どのように 怎样 保护好自身 然后防止 残酷的自然环境 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好的 我们再来 把这些个句子 读一下 人间の生活は 自然との戦いから 始まった と言われています 戦いと言っても 最初は 自然の厳しさから どのように 身を守るか ということでした 好 から 摆脱某种环境 从某种不好的环境 或者是状态当中 摆脱出来 抽離出来 脱離出来 好的 往下面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个接头词 都有表示 否定的意思在里面 然后想要看到 第一个词读作 不 那么一般呢 看到是一些 借在名词前面 或者是形容动词的词干 相当于 でない 或者何々が良くない 像第一个情况是 不遠流 不遠流 不客气的 不作法 不作法 可以表示 没有规矩 或者是比较粗鲁的 那么这两种汉字都可以 不作法 無難 不在无难的 不急 平安无事的 不爱そう 不爱そう 可以表示 或者是不热情的 或者就是冷淡的 都可以 那么 不 读成 無的情况 也听得比较多 那么常见的 有包括说 这个 無意味 無意味 没有意义的 或者是 没有这个 没有价值的 無免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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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许可的 無資格 没有资格的 無意識 失去意识的 那么相当于表示 状態がない 状態がない その状態がない 或者是 そのものが存在しない 好 来 除了之前的用法之外 看到 跟否定 相关的一些接头词 还有像 这个读作 还有之前 写步子的 这个翻译動作 那么 首先看到第一个 不 不安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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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熟悉的 这两个汉子 都可以这样写的 再往下面走 不用心的 或者是粗心大意的 不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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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熟练 不器用 不気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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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 令人这个 毛骨悚然的 令人害怕的 还有像 不格好 不好看的 不好看的 往下走的 不爱そう 那刚刚讲了 表示 这个不热情的 冷淡的 那么 这个汉子呢 他除了读作 这个不之外 他还可以读轻音 不 包括之前提到的 不安ない 不要紧 包括是 包括还有这边的 不尿以不如意的 等等等等 那么 还有看到 这种前面汉子是写非 翻译是读作非 非公式 非正式的 非公式 非常式 非常式 没有常识的 非能率 没有效率的 好 等等 来 往下 直接看到第一句话 一日三食 みんな 学校の食堂 でするのでは 不敬意的 不敬意的 一日三餐呢 全都在学校的食堂吃的话呢 觉得这个太浪费了 不敬意的 不敬意的 它有点浪费了 好 あの人は健康のことに あの人は健康のことに ひたすら ひたすら 取られて 那 ひたすら是副词 表示一味的 一个劲的 怎么怎么样 那么 取られて 取られて 相当于 こだわる こだわる 那就相当于 纠结于这个事情 或者是 拘泥于这个事情 他太过于 注重自己的 这个健康 病的 になっている 甚至都有一点 病態了 那往下走 しかし しかし 但是 本人はそれに まだ 無知覚な状態だ 無知覚 就是没有意识的 他自己完全 还没有这个意识 好的 再往下一走 神のたたり 神のたたり なんで まだそんな 非科学的 なことを 信じているのか なんで 是表示立句 甚至他 有的时候 表達的时候 还可以表示 有一种 清晰的感觉 你像 这个神在 做这样的事情 难道 你现在还在 相信这种 不科学的 东西吗 神のたたり なんで まだそんな 非科学的 ことを 信じているのか 好 这些 这个接头词 的用法 的发音呢 会比较多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话先记一下 好的 往下面走 ふりあする ふりあする 是表示装作 什么什么的样子 一般前面的话 是接名词 加上の 那么 动词的话 用动词連体型 一般都表不太好的场合 装作什么什么的样子 我们先看第一个句子 実際は お天板娘 天板娘 是风鸭头 天板娘 なのに 转折 人前では 大人しい ふりをする 那 就是实际上 是个风鸭头 但是在人家面前呢 就装得非常老实 很乖巧 の 我们管家的事情叫做 猫をかぶる 猫をかぶる 是雇用说法 是表示 隐藏其本质的意思 那么在这里可以理解成 跟我打招呼 我们的样子 好的 来 往下面走 よと よと 表示 不论前向 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或者是措施 后效呢 都会照样成立 或者是表示 不论你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都跟我没有太多关系 那么前面这两个事物呢 可以是相同的 也可以是对立相反的 好 这边呢 写到它的这个接续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推量助动词を よ 加上ど 接在动词 或者是一些活用词的 未然形后面 其实如果像动词的情况呢 我们用意志形 来记这个接续 可能更加好掌握 来 我们比上 看一下这个句子 この病気になったら 手術をしようと しようと 薬を飲もうと 飲もうと もう治らないのだ 但 假设 如果得了这样的病的话呢 手術をしようとも 不论你是做手术也好 薬を飲もうと 还是喝药也好 もう 治らないのだ 不论做出哪样的一个动作 或者是措施 后效因此 都造成成立 不会因此而改变 来看一下接续 像动词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用意志形 其次加上 しよう しようと 飲む 意志形 飲もう 飲もうと 好的 我们再往下面看到第二个 彼が大学を選ぼうと 選ぼうと 専門学校を選ぼうと 好きにすればいいのです 那同样的 那同样的 你是选择读大学也好 第一个 大事である 大事である 变成 大事であろうと しょうじ しょうじ であろうと みんな喜んで 彼に相談します 不论是大事 还是小事 好像大家都挺乐意 去找他商量的 りあろうと りあろうと 名词 形容弄词 我们都可以用 这种形式来表达 那么如果是 这个形容词的情况下呢 你可以把 一去掉 保留词干 加上 がろう がろう 后面再加上 就是ど 构成がろうと 比方说 うまい 词干 うまがろうと うまがろうと まずい まずがろうと まずがろうと だまって たべなさい 好吃也好 難吃也ば 你都得吃 だまって たべなさい 好的 我们往下面 看到 第九个语法 なになにまいとする なになにまいとする 其实关键 部分是まい まい 是表示一种 意志否定的意思 那么意志否定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强调 まい 一般呢 是表示 否定的一种意志 然后后半部分 一般接的词的话呢 它对于每个词性的要求 是不一样的 好 那まい的话呢 接续的这个要求和方法呢 我都把一些词性 给大家做了一个例句 我们来看一下 像五端动词的话 我们用原型加まい いくまい いくまい 一段动词既可以用原型 大家看也可以用这个连用型 みるまい 或者みまい 都可以 那么 三遍动词 原型するまい 或者すまい 下遍动词呢 同样的 くるまい 或者说 こうまい 都可以的 好 那么 まい 后半部分 再加上 どする 那么这种表达方式呢 一般都是书面用语 一般是强调努力 不要让某件事情发生 就是一种意志型的否定感觉 那么 举个例子 大家看到 笑是笑 那么 笑うまい とする 就尽量不去笑 或者是意志自己想笑的这个念头 那么 まいとして 大家看一下 して的情况可以省略 所以有的时候会出现只看到 まいと的情况 来 我们先看一下例句 目にあふれる涙を 目にあふれる涙を 人に見られ 見られないとする 那么 我们省略来看一下 人に見られる 被人家看到 那么 这种情况像 一段动词 我们直接也可以用到 它的动词的连用形式 那么加上 まいとして 那 まいとして 之前讲的是一种意志否定 那么 人に見られないとして 相当于 不愿意让别人看到 内容 不愿意让人家看到 这个眼睛里的这个泪水 所以呢 身体を 背向けました 就把声给转了过去 就背过声去了 好的 我们再往下面看到 授業に遅れるまいと 那么刚刚强调 まいとして的情况 是可以省略して 那么 就保留 まいと 那么 遅れるまいと 就可以相当于说 不愿意上课迟到了 要尽量避免这个上课迟到 所以呢 急いで地下鉄に乗ってきました 所以我赶紧就坐电车过去了 过来了 好 我们来看到这个地方 是一段动词 那么一段动词 刚刚讲掉了 可以接动词 零用型 也可以保留其他原型 直接加まいと 也可以的 好 再往下走 最后一个句子看到 笑う 笑うまいとしても 来 这边 五段动词 原型 笑うまいとしても 加上でも 即使呢 我想忍住不笑 おかしくて つい 不由的 不小心的 或者是 不由自主的 笑ってしまった 虽然 我想控制自己 要自己不要笑 但是因为太有意思了 我还是不由的 笑了出来 まいとして 好的